好的我们这边来看啊 积极对阵斗舞的第一局下半场 东旋这边果然是掏出了女巫啊 这刀阵容怎么说呢 看上去挺扎实的吧 但是 你在他对面放一个东旋大魔王的女巫 你就感觉这刀阵容 他怎么赢呢 挺难的 就东旋这边的话 其实你 就像我 我现在去写个剧本 我觉得东旋的赢面 我倒是可以想出很多种啊 比如说半场控三连控四连 然后压住穷者消耗殆尽以后 一拨带走 或者说前期抓到一个人 然后通过防守打出双倒 压制住密码机来真胜 但你想写穷者的剧本 哇好难 但凡这边女巫前期节奏不差 我觉得正常击倒 放过女巫正常击倒 抓个昆虫 真的穷者很难很难 去考虑四人开门战真胜的 这边的话上来找到的是前锋 那还行吧 东旋这边是直接抓前锋了 相对来讲呢 直接抓前锋 我觉得 对于穷者来讲 可能有些机会吧 前锋如果说能够 通过他的球拉点 牵制的比较好 主要看第一刀 主要看第一刀 这边的话狗马上好了 看这边第一刀是狗 狗开呢 还是说平地包夹开 直接拉球 这边狗跟 好的 咬中 但是寄生性图是已经停了 原生性图的话 这边也停了 前面草哥有两块板子 再拉一波球 进前面的双板区 这样的话 这只狗可能可以卡掉 翻一个窗 原生性图到位 但是狗最后一口咬完 这里还有一段球 拉球进下一个板子 草哥这波的牵制拉满了 完美 刚好这边拉球 昆虫还来一手 祭司 这边待会儿会不会合上给一些洞什么的 一刀打中 信徒削了 但是核心问题什么呢 这边的一个寄生削了 你一只原 一个原生性图放狗 咬住前锋 你跟过去 这狗也结束了 他得等12秒以后 这边寄生性图再补上才行 大老师的话 目前还是比较看好女巫的 但是这是一个女巫开局 通常女巫开局 破轮开局都会被看好 前期的牵制的话 时间上面已经是到了1分40秒 100秒了 前锋这边的话 差不多要早了 昆虫再来一手 昆虫再来一手 就怕待会儿干尔道 这边昆虫的密码机 发师傅 这个昆虫 真的有点给力 他不仅仅是正面来卡你减速 他有的时候 他操控 到了以后 他连你这一刀都不吃 我就勾引你出刀 这里东旋跟上来 一刀 吃了一个寄生刀倒地 两刀寄生刀 这边的话 祭司连大洞跟守木人 外面的话 昆虫的密码机 但凡能点开 我觉得这个局 就有望去打一个四人开门战了 主要看昆虫那台机子 因为这台机子的话现在来看好像差了20% 守木人 先过来就一波拉开 由于祭司跟守木人是有连大洞的 所以说祭司这边一个人是可以修掉两台机子 这边的话前锋拉走 不干扰到这边昆虫的机子就可以了 巴师傅这台机子待会儿甚至可以交给守木人 所以说看一下东旋 这边能不能有机会给守木人再补一个信徒 满难打的满难打的 我剧本想了半天没想出来 但是我没想到这边会抓个前锋 没想到草哥的前锋能遛的这么好 这边切不切闪 好像不用切闪 跟上来的话应该够了距离 一刀打 前锋拉开 守木人赶紧补机子 东旋一定会回去打守木人的 一定要打 不是会不会打的问题 而是一定要打 这个守木人一定要留在这边 但机子其实差的也不多了 这边你但凡去挂前锋嘛 中间空出来的这一段时间 守木人的机子感觉能点掉 祭司的机子似乎差的也不多了 看一下 巴师傅昆虫过来 昆虫手里还有穷 最后台机子压住了 63的机子 看求者要不要选择重新开 这个时候的最优选择 我觉得是重新开 而不是强行来打 昆虫的话 这边虫子还可以来保一手 守木人这边的话 已经摸上最后台机子了 巴师傅的昆虫 是想把这边的原生性图 推开以后来偷偷的蹭密码机 祭司这边的盾被打掉 需要祭司吃一刀 然后带洞 能不能救下来 这边一刀 哎呦 那个拉铁 耶 哇 翻盘了 还是求生者这边 确实他们想要真胜啊 这个正式打完的话 不仅仅是翻盘成一个平 这么简单了 因为穷者剩余的道具不够 机子还被压住 似乎有望通过一波 压制闪现直接秒掉守木人来完成一个 先打你刀嘛 这边昆虫 应该是正常吃一刀的 先吃一刀 这边救下来 祭司一个洞先打 守木人这边的机子被压住 这里 东旋两台机子 他是两个信徒 守不太住 但是他下一个寄生cd也好了 再多一个信徒的话 两台机子 他其实是能有机会守住的 因为他手里面的这个信徒还有闪现 手里面信徒还有闪现的话 就有机会 这边补上 给昆虫信徒补上 445这边拉过去 还想去修终点的密码机 两台密码机被东旋压得很死 现在是三信徒 三信徒 我觉得东旋赢了 因为他这边就有时间去通过自己的闪现击倒 然后让你们倒地一个人 那这样的话 穷者人力就不够了 两台机子拉不了 拉不了 哇 这给翻盘了 天呐 当然这波闪现 这波震慑 确实打的 你不是震慑的 这边祭司把人救下来 然后保一保 其实我觉得穷者 即便打不成四人campo战 三人campo战也能打开 这里交闪 交闪 抬走这边的守木人 应该结束了 这波闪现一旦打出来 击倒就锁定一个4了 我感觉 三针4吧 应该是 应该是一个三针4 祭司这边信徒消掉 打出了一个真空点 就是这边信徒战是不够了 但是核心问题是什么呢 核心问题是 守木人终点的台机子 现在没有人能绕的过去 也就是说 现在其实就只剩一台机子了 这两个人全是半血 东旋的话 两个桥口 祭司穿动过来 穿动的话 需要有一个人去终点的 马迹这边去补 祭司绕过去了 昆虫半血 能压住 包夹住这边的昆虫吗 东旋这边想要去压制这边祭司的密码机 同时也不忘来回升防守 哇 他这个防守 大家其实看视频的条回去看 就这两台机 他当时两个信徒 硬压住 然后再补出一个新信徒 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调控 真的是滴水不漏 真的就滴水不漏 再拖出一个闪现 你祭司这边密码机点不了 死局 人人救不了 而且我这边闪现拖出来以后 我就可以顶过去打你的昆虫了 只能说就是 确实太强了 这的话 人挂飞 再补上一个信徒 我继续 原生信徒压制 一刀带走 好的 完成一个4专 完成一个4专 甚至可以直接挂了 因为这边昆虫 面对的这个信徒是有闪现的 东旋这边的话不挂也行吧 我觉得可以挂了 因为这个信徒是有闪现的 这个祭司是一个一挂 实验上来讲足够 昆虫这边的话也没有太多的东西了 机器打的好不好 好 东旋打的更好 而且东旋抓到了一个机会点 他也是抓到这个震慑 这个震慑确实太恐怖了 太关键了 这是一个就是本来可能我觉得是穷者6 然后监管者4 但是没想到一个震慑就直接打成了一个可能19开了 也是没什么办法 后续的话 这个控场能力真的就是值得我们看直播也好 看视频的观众啊 想要打好女巫的去反复的看人家怎么来控的 真的太好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